大家好欢迎收看天鹅不止开箱 我是兔子 在一个黑暗的雨夜 那众人呈在一座马车上面 你们可以感觉到马车的车夫非常紧张 快马家变得想要赶到就是他的目的地 那你们众人知道在这车上有你们的同伴 以及你们的敌人 你们透过传递秘密的物件 想办法探知到底谁是你的同伴 并且最后呢要想办法保有属于你们的神器 然后呢才能够让你们所属的阵营获得最后的胜利 那这是魔城马车 这个比较老的阵营游戏里面的开场白 他在ban之后出现嘛 所以他跟传统的ban不太一样是什么 就是我们在决定胜负的时候 其实只有一次机会 就是一翻两灯眼 你觉得你已经收获到所有的情报了 你就跳出来说我们获胜了 然后怎么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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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的抉择是对的 你们就获胜 你们整队就获胜 但是如果你的抉择错了的话 那很不幸的你们整队就失败 这个游戏呢 他影响了后续非常非常多 类似就是那种一翻两灯眼式的 就是那个情报关系的游戏 可以算是这一类游戏的经典之一 好我们首先来介绍一下游戏进行准备 不同牌背的牌一定是先分开来 首先这个是阵营牌 如果说我们是六个人玩的话 两个阵营各挑出人数的一半 六个人玩的话是各挑三张 并且随机洗牌之后 发给每个玩家一张 自己确认一下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阵营 那里面的分为就是这个公式机密联盟 以及真实谎言兄弟会 我们可能通常会叫他蓝队红队 但他有一个非常非常就是霸气的名字 他们两个胜利的目标就是你要 获得属于这个阵营的神器 并且找到你所有的同伴 譬如说公式机密联盟就是你要获得三把钥匙 你们的这一队里面要总共获得三把钥匙 然后再来你宣告胜利的时候呢 要指出你的同伴是哪一些 那这其中只要有任何一部分没有达成的话 你们就直接输掉这个游戏 那如果说全部达成的话你们就获胜了 再来真实谎言兄弟会呢 你是要找到三支高脚杯 就是你的同伴们持有总共三支高脚杯 加上你自己嘛 总共持有三支高脚杯 并且你指出所有的同伴 这样你们就获胜了 好再来 这边有一张角色卡 那基本上呢 他只是用来代表 就是你的人大概的一个外形长相外观 并且他可以在就是你进行攻击 防御或是支援的时候 来表示一下你的态度 就是除了长的不一样之外 每张卡片的那个 就是用途都是一样的 这边有很多的职业卡 职业卡会给予玩家一个特殊的能力 那如果你想要使用这个特殊能力的话呢 你就要在正确的时间公开你的职业卡 有一些职业卡 他只能够使用一次 那公开之后他就没了 因为他的效能比较好 那有一些呢 他可以持续发生作用 这部分呢 可以直接阅读上面的规则来决定 那每一个玩家会拿到一张的职业卡 剩下的放到一边 这边有个全力的美酒 这个东西呢我们先挑出来 但是呢这个只会在单数玩家的时候被使用到 我们会等到就是我基本的规则讲完之后 再跟大家解释全力的美酒怎么使用 偶数玩家的时候呢 我们这是不用的 蓝色卡贝这边 它是 就是物品卡 有一些物品卡下面有一个蜡蜂的记号 在你第一次游戏的时候呢 我们把它挑出来 并且从中拿出两个神秘手提袋 先放在一边 然后呢再从剩下 有蜡蜂的这些牌里面 抽出玩家数量-2 也就是加上手提袋之后跟玩家数量一样 现在我们就是总共加上手提袋六张 如果说你不是第一次玩 或是你想要更多变化的话呢 你可以把这些下面没有蜡蜂记号的这些牌 再加进去原本这些牌里面洗牌 那如果说我们第一次玩的话呢 这些牌就先不用 刚刚挑出来的六张牌 我们洗牌之后 一样 发给每个人一张 剩下的道具牌 我们洗牌之后放在中间 变成牌库 游戏的准备像这样就完成了 好那我们现在来介绍一下游戏的流程 那基本上每一次轮到你的时候 很简单 你只有四个行动可以选择一个 第一个就是选择什么都不做 就是pass 换人 换顺势中下一位 第二个呢就是进行交易 基本上你会把你的职业卡和你的阵营卡放在桌上 然后呢把角色卡和你的物品卡拿到手上 进行交易方式也很简单 选择你手上的一张物品卡 并且面朝下的跟某人 进行交易 这时候呢收到物品卡的某人就可以把卡片拿起来看一下 看看上面说什么东西 是不是你要的有价值的道具 然后决定 诶 好那我们交易 并且呢他从手上拿一张道具 好就是跟你交换 或者是说呢 他说诶我不要这张东西就直接退给你 好那直接退给你的话 当然什么就不会发生嘛 对不对 那当你成功的进行交易之后呢 那你就要check一下 就是有一些物品好像最重要的这个神秘手提袋上面会写 交易本物品你可以自物品堆拿取一件物品 这边有交易本物品这个字样出现的时候代表说 这张物品在交易时会发生作用 也就是说如果说假设有人传了这张手提袋给我 我打开看到是手提袋交易成功的时候 我就要念出来说交易本物品时你可以自物品堆拿取一件物品 这时候给我手提袋的那个人就可以从这个物品堆里面抽到一张 注意哦交易的这个特殊能力发动是什么呢 是给我物品的人会发动上面的能力 那你说那为什么我要接受呢 因为接下来我就可以把这张牌交易出去给别人 并且也同样可以获得物品了 那刚开始的时候握有手提袋的人应该要就是常常进行交易 为什么因为你必须要有获得很多的道具 或者说其他情报之后呢 你才会知道到底谁和你是同一国 或者是谁对你是有敌意的 那这边有一个特例是什么 就是手提袋不得交易手提袋 也就是说如果说有人传了一张手提袋给我 然后我手上刚好也是一张手提袋的话 这时候我就必须拒绝它 那里面还有一些额外的道具可能会对于你的战斗 或是其他的特殊规则有用 当你拿到这些物品的时候呢 记得详读一下上面的说明 那我们虽然可以透过神秘手提袋的交易来增加我们手牌的数量 但是呢根据人数不同手牌的上限是不一样的 举例来说如果说我们游戏的人数在五人以上呢 我们每个人手上的牌就限制为最多最多五张 就是手牌上限是五张 道具的上限就是行李上限是五张 那如果说我们只有四个人玩的时候呢 那就是每个人的行李上限就变成六张 如果是只有三个人玩的话 那上限就是八张了 接下来轮到你回合的第二种行动 你可以选择就是进行战斗 譬如说我现在就是指一个对手说我要跟你进行战斗 这时候呢请把你手上的角色卡 这个刀剑这一面有一个剑这一面 红色这个符号面朝上的放在你自己的面前 然后呢你要进行战斗的那个对方 他要把他的角色卡就是防守这一面 放在他的面前 这时候呢你叫做攻击方 对方叫做防守方 我们可以开始就是怂恿一下其他人 要帮我帮我或干嘛的 那其他人呢 顺时钟开始轮到他的时候 他可以用他手上的角色卡来决定 他要支援攻击方还是支援防御方 如果他支援攻击方的话 一样把这个剑的符号朝上摆在他面前 如果是防御方的话呢 就是把这个盾的符号摆在他面前 那他也可以选择说他不表态 这时候呢你就把手牌 就是把这个角色卡放在手上 就不要丢下来 经过一轮之后 基本就是计算总战力 看是这个攻击的符号比较多 还是这个防御的符号比较多 那要注意就是说 这时候如果说玩家持有某一些特殊的能力 比如说这个决斗者 他作为攻击者或防御者的时候 可以指定斗争没有支援者 这时候你就可以翻开来说 这个东西我要拿来使用 并且你可以在决斗的时候 获得加一的那个斗争解算 不管我是攻击方还是防御方 我可以秉除一切的支援者 并且我的最后的战力会加一 那道具里面有像飞刀这种 如果在斗争时支援攻击方的话 那攻击方可以获得加一的结算 也就是说我支援防御方没有用 而且如果我本人就是攻击方的话 那也没有用 我必须是支援攻击方的人 当所有这些道具啊干嘛 都底定了之后 就没有人再使用任何道具了 那此时呢 我们就会计算 到底是这个攻击的符号多 或者是防御符号多 只要是攻击比防御多 或是防御比攻击多 那就叫做获胜 获胜那一方呢 就可以从以下两个行动里面选择一个 第一个就是我可以检视对方的 手上的所有的行李 他的道具 然后呢 选择一张留在我的手上 其他的还给他 这边要注意是什么呢 第一个 如果说你拿到的牌 超过你的手牌上限的话 多余的部分 我必须立刻把它给一个还没有到上线的人 第二个 就是如果说呢 我拿了对方的牌 导致对方手上没有任何行李的话 那我必须从手上选择一张道具卡 并且呢 还给他 所以每个人最低的底线 手上一定要保有一张行李 就是一张手牌 这是一种方式 攻击方或是防守方获胜的话 第二个状况就是你可以什么呢 你可以去直接看对方的阵营 以及他的职业卡 确认一下 你是不是我的友军 以及你有哪些特殊能力 可以确认一下 再来有一个状况是什么 就是平手 如果说攻击和防御的符号 一样多的时候呢 那怎么办 这时候 发动攻击的攻击者 就可以直接从牌库这边 拿到一张行李加到手上 同样的 如果超过上线的话 必须把手上的牌 选一张给别人 所以说 在你手上没有什么好道具的时候 发动攻击 同样的是 让你获得情报 以及增加道具的一个好方式 那刚开始 就是在这些情况 还不明朗的时候 我们也会尽量 让发动攻击的人 可能说 想办法凑一下 让他能够拿到 就是额外的道具 这样子才可以看他的处理 那我们来决定 接下来的一些方针 第四个行动 什么呢 就是宣告获胜 轮到你的时候 你就说 那我要宣告胜利 那我是谁 譬如说 我是公式机密联盟 我们公式机密联盟 已经拥有了至少三把钥匙 所以我们获胜了 这时候呢 把你的 就是那个阵营卡 摊开来 拿出你手上 就是获胜用的道具 比如说联盟的话 就是拿一把钥匙 对不对 把这些钥匙也摊出来 在刚刚这些 很多的交手的时候 你应该要找到 并且确定 谁是你的友军 指出来 这位和这位 是我的同伴 然后呢 被你指到的同伴 也要把他们的 就是阵营卡打开来 并且如果他们有 你们获胜所需要 这个钥匙的话 也要同时拿出来 只要你指出来的 那个队友 都是对的 没错没错 如果果然都是你的队友 并且你们三个人 拥有总共三把以上 获胜所需的道具的话 那么恭喜你们 就直接获胜 但是如果只要以上的 任何一个条件 没有达成的话 那抱歉就是 对手获胜了 这边有一些特殊的情况 可以讲一下 就是第一个是 道具的部分 像两个神秘手提袋 下面都会讲说 当物品被拿光时 此卡变成一把钥匙 或是一支高脚杯 它有两个手提袋嘛 所以一个会变成钥匙 一个会变成高脚杯 所以你们在获胜的时候 它上面写的 剩下件是你至少要 三支以上的钥匙或高脚杯 这时候呢 只要是物品堆拿光的时候 手提袋也可以算在里面 其中一个 那再来我们讲一下一些 特殊的状况是什么 就是单数玩家的时候 像譬如说我们 五位玩家的时候呢 原本应该每一个阵营 挑出2.5张 但是阵营哪有0.5张 所以这时候 我们要注意这是什么呢 我们所有的小处点要进位 好 五个人进行游戏的时候 一样从双方阵营 各挑出三张 并且随机的把牌 把阵营卡发下去 那多的一张也不要看 就把它放在旁边 这时候我们就会发现 有一方势力比较弱势 他就是那个人数比较少嘛 我们会事先把全力的美酒 发给每个玩家有一支 进行胜利宣告的时候 如果你们是弱势那一方玩家 就是人数比较少的玩家的话 这个全力的美酒 可以视为你们获胜使用的高脚杯 或者是钥匙看你的阵营而定 所以前提是什么 我要使用全力的美酒的话 我们人数必定要比对方少 如果说我宣告之后 我们的人数是比对方多的 那很抱歉 这个全力的美酒就不能够 当作高脚杯来使用 并且因为你会 没有找到全部的同伴 然后导致游戏失败 就变成对方获胜 基本上这个游戏的规则 其实已经全部讲完了 那我们现在讲一下 就是因为我们当初 刚开始在玩的时候 会发现其实我们什么 好像都不能做 或是做什么都不对的样子 主要游戏里面有一些提示 它第一个要你说什么 就是你不需要去记住所有的资讯 但是你需要去判断一下 诶 这些道具可能在谁的手上 他们对待这些道具的 那个处理的方式是什么 再来就是说我拿到了一些道具 然后我跟其他人在进行对抗之后 譬如说他看过我的身份之后 他对我的反应是怎么样 你需要透过这些观察 以及物品的交换 来想办法找出你的同盟 那可能刚开始一两次的时候 你在宣告完之后 你发现你并没有获胜 或者是说你明明要宣告 结果对方抢先你一步 这时候就会令人有点沮丧 但是呢 对于这个沮丧而言 如果说你的宣告正确 并且说你获得了一个 就是很重要的胜利的话 那这时候获得成就感也是无与伦比的 所以我非常建议就是玩家 你刚开始听完规则之后呢 你就没有关系 你先下去试试看 试着厘清一下状况 你会玩个两三次 在你摸不着就是头脑的时候 玩个两三次之后 慢慢的理出一条属于你自己的策略 好那么天鹅不止开箱 我们下次见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